哇,这个沙发太舒服了 这是哪款车啊? 想知道吗?赶紧了解一下 那么这款车就是来自于通的C533旗舰版休闲娱乐款房车 那么这款车呢,它是一维克欧胜的底盘3.0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8AT的变速箱 长毛缸呢,分别是5990×2430×3199 同时轴距3.3米,符合国六的排放标准 外观的颜色呢,中间呢,是加了黑色、浅蓝色和这个深灰色的一个拉花 同时,为什么说这一款车是休闲娱乐款呢? 这够不够休闲? 来,再看到上面的配置啊,多美达的手动遮阳棚 而下方呢 这边呢,就是一些线路锂电池的摆放的位置了 诶,这个好像是无果太阳能通知器 这块位置也是一个外部的小的储物舱啊 同时还有一个固定的绑架,也就是放煤气罐的位置 外接的加水口 那么这款车呢,它仍然也是一个后上门的设计啊 所以里边的空间也是比较的宽敞充裕的 防车专用门,下方的电动踏板 倒车雷达,倒车影像都是给你配备的啊 黑水箱的位置就是在它的侧面啊 跟做饭就不影响了,完全不影响 那么里边,刚刚大家也看到了那个舒适的沙发 它居然里边加了羽绒棉,你知道吗? 所以那么的舒服,我们再上车体验一下吧 那么这个车的最高车速达到了130 所以在动力方面也是十分的充足的 前面的配置都能的方向盘,电子的中控 同时呢,带有定速巡航,GPS的导航,胎压监测ESP 同时呢,电动的加热加宽的外后视镜 倒车雷达等等配置也是比较的齐全的 那么主副驾驶的座椅呢 它是一个皮质跟布料的一个拼接 摸起来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哈 看到上方额头床的位置推上去呢 还拥有一个电视机啊 所以内外两个电视机也是满足了这个休闲娱乐功能啊 额头床的尺寸呢,是2米1乘以1米4的一个大小 同时上方 这样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上方有一个大的曲面天窗 两边还有一个窗户啊 所以这边呢,透光透气也是比较的好的 同时这个车呢,还带有投影仪 好,我们往后面看 这一块呢就是惠客区域了 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看 这个下压的这个程度 请放慢镜头 所以很柔软 这块位置我相信也是休息的时候 停留的 屁股在这最多的地方 好,这块位置呢是一个对象的卡座啊 它的尺寸呢,平成床的尺寸呢 是1米8乘1米的一个大小啊 还是不错的,也是很舒服啊 就是靠背 因为像这种对象卡座的话 靠背稍微硬一点的话 其实保护了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脊椎啊 而且也不算特别特别硬 来,旁边呢 这里还可以放我们零碎的小物件 同时外推窗 上面呢就是一排吊柜了 给大家看它储藏空间还是非常的充足的 那么上方呢 多美达的顶制空调 同时两边的音响 弗洛特的85升的车载冰箱啊 冷冻冷藏都是有的 而在上方呢 给你配备了一个大大的衣柜 诶,这一方可以 可以架我们大的 长的衣服呀,比较大 诶,这边呢就是比如说袜子呀 枕头啊 都可以放在这里 上面有一个烟雾报警器 那么右手方呢 其实这边是一个操作平台啊 下方 有一个拉帘式的储物空间 进行了两层的分层 同时这一块位置呢 还拥有一个洗衣机 那么进门的上方呢 其实就是操控面板了啊 也是比较的智能化的清水 灰水显示都比较的清楚 娱乐设施 哦,这个车还带KTV哦 那么这边逆变器的开关 电池电量显示也是非常的清楚的 而看到后部厨房的位置 它拥有三眼灶台 同时下方呢 还带有一个烤箱 储物空间 都是很足的 大概的水槽 这一块位置就是油盐降醋瓶的摆放位置了 诶,这个车还拥有直引水系统 上面格兰式的微波炉抽油烟机 这里还拥有一个全身镜 里边就是卫生间了 诶,这个厕所很大哈 这个车还是不带拓展的 卫生间能做到这么大 其实非常的不错 来这边带LED灯的化妆镜 哇,亮了不少 上面换机扇 储物空间 挂毛巾的横杆 而这里赛特福德的旋转马桶 同时呢 水槽 花洒的位置 这辆车它的水电和价格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辆车呢 它是400的锂电池 200的太阳能板 3000瓦的逆变器 282的进水箱 60升的灰水箱 价格59.8万元 怎么样 对于这辆来自雨通的C533 旗舰版休闲娱乐款房车 你觉得怎么样呢 关注我 带你解锁更多房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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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